人活一世,穷者喜欢庄富,壮大自己的声势,以此来获得他人的尊重,但是,往往是得其反,真正有实力的人,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表面光鲜亮丽,而是懂得庄穷,这里所说的庄穷不是一味的枯穷,而是懂得低调做人,谦逊待人,不攀比,不炫耀,人生在世,学会庄穷,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。 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,善于庄穷,懂得,做人低调,少惹是非,不攀比,注重自我提升,看看你会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庄穷,是一种示弱,心理学上有个概念,叫示弱效应,意思是,跟人相处时,学会示弱,学会低头,学会藏桌,往往能转移,别人对你的注意力,目秀于临峰必催之,你赚钱很多,也许你认为,我就实话实说,这就是我本来的正常的生活,那又怎么了? 实际上,你过得越好,周围的人越是愤怒,越是嫉妒,有些人对你的嫉妒,只表现在语言攻击上,有些人对你的嫉妒,却会在背后对你使绊子,各种刁难你,这个时候,学会示弱,就能让大家不那么关注你。 矿泉水平里装茅台,就是这个道理,身边有个前辈,净资产有上千万,还开着一辆十年的老车,平时穿着,行为,你很难把它跟有钱人联想到一起,后来他说,习惯这样的生活了,人不能炫耀,当你炫耀的时候,就是你开始走霉运的时候,想一想,也是这么个道理, 有钱人,是如何成为富一代的,智慧,运气,机遇,节俭,勤劳,低调,样样不能少,善于装穷的人,不容易树敌,人生在世,善于装穷,财富不外露的人,为人低调,更容易和人友善相处。 知否中的盛明兰,就是一个会藏桌的姑娘,在盛家,她是庶女,知道自己地位不高, 所以装成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,什么都不敢跟姐姐妹妹争,高价之后,顾廷叶把所有的家当都交给她来管理,尽管婚后地位提升了, 但是她在娘家人面前,丝毫没有要炫耀的意思,盛明兰装穷的姿态,在娘家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与喜爱, 姐妹之间也因为她的谦逊,没有太多的争斗,不会因为嫉妒她而找她的麻烦,善于装穷的人,善于示弱, 懂得暗自提升自己的实力。 真正聪明的人,懂得默默努力,暗自发力,不轻易炫耀成绩,不炫耀财富, 懂得闷声发财,善于装穷的人,为人谨慎,不容易树立竞争对手,也不会轻易为自己树敌。 装穷是一种低调与谦逊,真正聪明的人,往往都会低调的生活, 虽然很多人对装穷持有不好的看法,但对于真正聪明的人而言, 生活是为了自己,根本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,他们不是没钱,而是不想到处去炫耀, 他们不是刻意隐藏,而是例外就比较低调,在长时间低调的生活中。 他们早就是金钱于无物了,钱多钱少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重要,和很多真穷的人相比, 他们确实要富裕很多,但他们从不高看自己,所以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。 这样的人,何止是聪明,更是掌握了生存的密码, 他们用低调与谦逊,为自己筑起了一条通向幸福的路, 在低调与谦逊中,他们活成了最好的模样, 由此可以看出,庄穷并非坏事,真正聪明的人, 反而通过庄穷,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 人活一世,就该活得低调一些, 因为只有低调生活,才不会给自己招来祸患。 与人交往,就该懂得谦逊一点, 因为只有谦逊,才能长久地拥有幸福。 庄穷是一种智慧,真正聪明的人, 懂得用庄穷来规避麻烦,不可否认, 金钱确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, 它也确实会让生活变得更好, 可好与坏往往都是相伴而行的, 金钱在带来好处的同时,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。 如果一个人总是四处炫耀自己很有钱, 必然会遭受不轨之人的算计, 最后非但保不住自己的财富, 还有可能一辈子被麻烦缠身, 真正聪明的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。 所以他们很懂得庄穷, 虽然他们比一般人都有钱, 但他们向来都是才不外露的, 虽然他们可以穿金带银, 但他们总是以谦虚的姿态与人相处, 他们这样做, 恰恰就是一种规避麻烦, 自我保护的方式通过庄穷, 他们没能成为别人算计的对象, 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, 也正因为如此, 他们才能安心踏实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所以说, 庄穷是一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智慧, 只有懂得庄穷的人, 才是真的聪明, 真的幸福。 庄穷, 才能成避免成为众矢之地, 在一个家族里过得最好的人, 会走向怎样的结局, 是受人爱戴, 一呼百应吗? 其实并不是, 观察现实就会发现, 这类人往往会在家族中备受排挤, 也会处于艰难局面, 刘大哥就是如此, 早年间他外出做生意, 挣了许多钱, 在城里买车买房, 一跃成为兄弟姐妹中间最富有之人, 那些年, 刘大哥飘飘然, 每次回家都买大量的好礼, 送给兄弟姐妹, 每次赡养他都包揽全部, 不需要兄弟姐妹出一分一毫, 可是时间久了, 兄弟姐妹反而不愿意与他来往了, 直到后来, 刘大哥的妻子才点醒他, 你如此招摇, 显得别人过得艰难, 人不换管换不均, 他们又怎么好意思与你来往呢, 这时, 刘大哥才恍然大悟, 原来自己在无形之中, 已经戳伤了兄弟姐妹的心, 他们不愿面对刘大哥, 就是不愿面对明明同一起点, 却境遇不如他人的无奈, 后来, 刘大哥学会装穷, 称自己做生意亏本, 攒下的钱寥寥无几, 在家里的大事小事上, 他不再出风头, 而是与兄弟姐妹共同均摊, 这才恢复了往日宁静安乐的日子, 人性就是如此, 越是处于同一起点的人, 越难以接受他人比自己过得好, 刘大哥足够幸运, 他的兄弟姐妹心思不坏, 只是默默远离了, 并没有做出危害刘大哥的事情, 但在现实生活里, 还有许多人心怀不轨, 要么就占便宜, 要么就想方设法, 将对方拉下神坛, 遇上了这样的兄弟姐妹, 你有钱就是原罪, 你张扬就会被看不惯, 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, 与其在人性的漩涡里周旋, 倒不如用庄穷来维持着安稳的局面, 把自己渲染得穷一些, 至多只会遭受他人的白眼, 但不会有人前来占便宜, 更不会有人想着陷害你, 若是兄弟姐妹感情稳固, 他们或许会对你更加关心, 彼此相亲相爱, 各自安好, 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, 不攀比不炫耀, 活得更坦荡, 善于装穷的人, 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, 懂得守财, 装穷的人, 懂得守财, 能把自己拥有的财富, 牢牢抓在手心里, 不随意挥霍金钱, 也不会因为更有面子而花钱, 善于装穷的人, 不攀比, 不炫耀, 能踏实的生活, 生活中, 那些爱炫耀, 爱攀比的人, 喜欢炫富, 但是, 最终的结果一定是, 自己的钱被挥霍了, 如果不懂得如何守财, 只是意气用事的炫耀, 肆意乱花, 即便你身边有一座金山, 也会被挥霍殆尽, 人生在世, 生活是自己的, 一个人, 最大的成功, 不是表明活得风光, 而是内心活得富足, 如若, 一个人为了虚荣心, 为了刻意摆扩, 不但会输掉朋友, 而且还赢得没有一点价值, 反而是那些装穷, 不攀比, 不炫耀的人, 坚守自己的本心, 活得更加坦荡, 活得更加轻松, 一个人有没有钱, 自己知道就好, 因为你的钱别人花不了, 别人的钱你也挥霍不了, 在这个世界上,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尊重, 所以很多人会装富, 来, 其实这是人的虚荣心在作祟, 希望自己能活得更有面子, 但是装富只能装一时, 不能装一辈子, 来心说, 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, 人生在世, 学会装穷, 学会低调做人, 树打招风, 当一个人, 过多地展示自己的财富, 会引来很多人的规规, 聪明的人懂得装穷, 让自己看起来弱小, 不引起过多的关注, 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空间感, 提升自己, 强大自己, 人活一世, 学会装穷, 做人低调, 不必在乎他人的看法, 更不必和他人比高低, 人只有不停地提升自我, 积累财富, 才能让自己有更大的能力, 成为真正的赢家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,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